现在很郑重地说 这确实就是我编造的 这个源头在我这 又虚构了一个 就是说像这个 遭酷刑的时候 这个公安人员怎么整他腿了 腿肿了怎么样了 等等 有这些要素的话 大家一看 都应该感觉很真实 有细节嘛 不光有大的故事轮廓 也有细节 为了达到目的 什么叫不择手段 这就是不择手段 还管他什么编造不编造了 还管他真实不真实呢 最开始是因为名利嘛 因为名利走上这个路 经常在网上 在媒体上 尤其境外媒体上 会被会出现的话 那境外的机构啊 这些这些就容易看到你 那可能他们想做什么事情 就会能找到你 你比如说像申请项目上 他可能不会主动找到你 但是你去申请 就比别人申请就更容易